停车,老公,停车,老公,老公,老公,停车,停车呀,王哲宇,你混蛋。 啊,贯穿一望无际草原的公路上,游沙一边狂奔,一边私生力劫扯着嗓子朝着急速飞驰已经远去的九红色越野车大喊着。 车子越来越远,不多说,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了路尽头。 游沙崩溃至极,悲痛地瘫坐在地上,哼吃哼吃喘着粗气,浑身上下都透着无言的绝望,它泪如泉涌。 现在是初冬,北风一阵一阵吹着,茫茫草原早已不见了绿意,变得寂寥,荒芜,少有人烟。 就在十几分钟前,她还欢快地在这片草原上撒欢,可此刻,她却狼狈不已。 她的新婚丈夫因为接了个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把她给丢下了。 时间回到十几分钟前,公路侧,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大越野,王者与双手插兜, 自意地靠在车身上,眉眼里满是温柔地望着在尽情撒欢奔跑的新婚妻子。 老婆,你慢点。 我知道,老公。 游沙一边跑,一边往后仰着脖子,雀跃地回答着,谢天谢地,总算可以让她好好活动一下筋骨。 坐了近五个小时的车,游沙感觉再不活动一下腿脚,自己就要变雕塑了。 小心脚下,别担心,我看着呢。 老公,你要不要一起? 我就算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那好吧。 说吧,尤其把腿就往五十米开外的地方跑去。 别跑太远。 我知道。 老婆,我电话响了,接个电话。 好。 王哲宇绕过车头来到驾驶室这边,打开车门,找到自己的手机。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阿涛,怎么了? 少爷,丽娜小姐不知道从哪听说你和太太领了证。 这两天你俩再度蜜月,一个人跑到酒吧买醉。 她,她,她什么? 吞吞吐吐可不是你的风格。 我们发现的时候,她被好几个小混混给侵犯了。 王哲宇难以置信,身子不受控地晃了晃。 脑海里一片轰鸣声。 丽娜是她家司机的女儿,十三岁来的王家,自此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而爸妈又一直特别忙碌,所以家里常常除了庸人,就是她俩。 她待她,不是亲妹妹,胜似亲妹妹。 她二十岁的时候,她曾向她表明了心意。 不过,因为她对她没有男女之情的喜欢,便拒绝了。 当时,丽娜愣正了片刻,嬉笑着说,哥,我是逗你的,看把你吓得。 直到她带回女朋友。 丽娜主动提出的要搬出王家,理由是两人毕竟没有血缘关系,怕未来的嫂子误会。 那时,王哲宇觉得丽娜特别懂事,是以,打心眼里对她更多了几分疼惜和恋爱。 那几个混蛋现在哪儿? 少爷您放心,人已经抓到,关在后院的地下室,等着您回来处理。 我这就反程,你先让吴沈、王家、住家、保姆过去看着她点,防止她想不开伤害自己。 是,少爷。 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 挂断电话,王哲宇直接坐进了驾驶室,她把窗户放下来,眼神复杂地看着在不远处转腰身臂舒展筋骨的妻子。 片刻,她发动了车子,对着窗外大声喊,沙沙,赶紧上车,我必须马上赶回去。 好的,老公。 觉得自己身上舒服多了的油沙,拔腿就跑。 突然,啊,油沙的右脚被崴了一下,身子一个踉腔,险些摔倒。 你倒是快点啊,有急事。 王哲宇急声催促,她现在满脑子都是丽娜,生怕她经受不住打击,想不开有个好歹。 根本就没有看到油沙脚踏腾的眼里生了泪花。 油沙心里觉得委屈,她都崴脚了,老公不但没有像过去那样不心疼,竟然还凶她。 但,一想,她可能真有急事,便收敛自己小性子,大声回应, 我马上,我数十个数,如果还没上车,你就留在这儿过年吧。 一、二、三、八、九、二。 油沙越急,脚下步子越慌乱,一不留神,刚才崴的哪只脚,再次崴了。 痛得她直接趴在了地上。 王哲宇以为油沙不想提前结束蜜月旅行,故意再耍小心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怒道,我给你机会了,既然你这么舍不得,就留在这儿吧。 说吧,也不等油沙从地上爬起来,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 油沙傻了眼,几个出于本能,她强忍着脚痛,一瘸一拐狂追。 可,任凭她如何喊叫,车子始终都没有停下来。 不过眨眼功夫,车子便没了踪迹。 饶是如此,她也没有死心,继续倒腾着两条腿追逐。 可,两条腿,又如何能追得上那急速行驶的车? 终于在跑了八九分钟后,早已看不见车屁股的她,绝望地摊坐在连个鬼影都看不见的公路上。 手机在车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路过,她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事已,她从一开始的失声痛哭,到最后地躺在地上悲怅大笑。 她想不通,从恋爱到领证,向来对她疼爱有加,宠溺至极的丈夫, 为什么突然性情如此急躁,竟连多等她几分钟都不愿意。 游沙想不通,真的想不通。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着,走着。 天慢慢暗了下来,茫茫草原,夜里有太多未知的危险。 随着落日最后一丝余晖被夜色吞噬,无尽的恐惧把游沙紧紧地包围。 耳边不断传来沙沙的作响声。 有那么一瞬间,她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狼嚎的声音。 她又冷又饿。 即便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游沙仍旧冷得要命。 再加上,心里害怕到了极点,双手抱胸,浑身颤抖,连牙关都在无法抑制地打颤。 爸、妈。 她太害怕,眼泪不受控地肆意流淌着。 周遭没有一点光源,伸手不见五指, 唯一一点少的可怜光是天上为数不多的几颗星辰发出来的。 她看不到北极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也不敢乱走。 能想到仅有的办法就是站在这条路上, 向老天爷祈祷尽快能有过路的车经过。 爸、妈、爸、妈。 我好害怕,好想你们。 爸、妈。 她慢慢蹲下身子,紧紧地抱着双肩,身体不受控地瑟瑟发抖, 害怕地抽气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她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许是一个小时,亦或者是一个小时,又或者更久。 对她而言,此时此刻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好似一个世纪那么长。 耳畔呼啸的风声突然停了。 不多时,有丝丝凉意从天上降落在鼻尖上。 游沙本能抬头,接二连三的凉意随即落在脸上, 天空中那几颗为数不多的星辰,不知何时,亦不见了踪影。 是下雪了吗? 她自问出口,心里回答着答案。 很明显就是下雪了,因为雨点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 一瞬间,她好像就不怕了。 这雪静悄悄地下着,温柔地落在脸颊的肌肤上温柔地向妈妈的吻。 不由的,她的唇角缓缓勾起。 好多好多妈妈的吻。 就算冻死在这儿,好像也没有那么多遗憾了吧。 只是,爸爸、妈妈,请恕女儿不孝,不能在你们身边尽孝,不能陪你们到生命的尽头了。 眼泪舒然滑落,她几乎冻僵的脸颊,清楚地感觉到滚烫。 她的笑越发灿烂。 爸、妈,下半辈子,如果我们还能遇到,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王哲宇,如果人真的有下辈子,我们便不要再见了。 地航某航班,坐在头等舱的王哲宇,心头突然一记,疼得厉害。 她本能抬手捂住心口,眉头紧紧拧在一起,随即而来的是不可抑制难以言喻的心慌。 心想,不会是丽娜这丫头又出什么事了吧? 之所以没想到是妻子游杀,是因为在她心里妻子多致近腰,有手机在手,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回到市区。 到了市区,一切就好办了。 殊不知,游杀的手机根本没戴在身上,而由于她的油门踩得太猛。 后来为了躲避草原上的小动物,来了一次急刹车,惯性原因,原本放在副驾驶座椅边上的手机早已顺着缝隙滑落到了底下。 不俯下身子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 二,她一心想着早点到家,选择把车停在机场,自己则乘坐飞机,因为开车大约需要二十五个小时。 与此同时,游家,老公,不知怎么的,我这心里突然慌慌的。 正坐在床上看书的游母捂着心口,小眉头皱着。 正拿手机看宝贝女儿朋友圈的游妇,此时也皱着眉头,声音闷闷的。 媳妇,我也正想和你说,我这心口突然也慌得很,还隐隐有点疼。 老公,你说不会是咱家莎莎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吧? 不许瞎说。 咱家最省心的就是莎莎了,倒是咱儿子,虽说是哥哥,但成天不是惹是生非, 就是喝酒喝高了。 这倒是,可,万一,是咱家莎莎呢? 有女婿在,你怕什么? 王哲宇那小子,对咱家闺女就跟护掩珠子似的,半点委屈都舍不得咱家莎莎受。 你说得有理,要不,我给咱儿子打个电话吧。 他这个时间估计又和那些朋友在一起私混呢? 你打,估计也不会接。 我试试,万一接了呢? 那成,我去洗澡了,明天公司还有澡会要开。 你心慌,能行吗? 现在好一点了,我不大喜,冲一下,一两分钟的事。 哦,那你自己注意点。 看着老公拿着睡衣走进浴室,有母从床头柜拿起手机,先是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果然如丈夫所言,没接电话,她心里实在不踏实,便又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一直听筒里传来机械音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有母才不得不挂机。 她想了想,又给女婿王哲宇打了个电话。 听筒里传来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有母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两孩子,放着那么多蜜月度假圣地不去,非要自驾去看什么雪山,哎,估计是玩风了。 她放下手机,靠在床头上,心慌慢慢消散。 难道,真是她想多了? 但愿吧。 她双手合掌,双眼闭合,对着上仓祈祷,老天爷,请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多喜乐,长安宁,岁岁无忧。 妈,你和爸要永远开心哦。 突然,一个飘渺似虚空而来的声音,钻进有母的耳里。 有母心间不受控一颤,她猛然睁开眼,四下张望,并没发现什么。 她以为是自己太过于想念女儿,出现幻觉了。 是以合上双眼,继续祈祷。 刚刚入定,飘渺似来自虚空的声音, 再次钻入耳中。 妈,女儿不管身处何地,永远爱你和爸爸哦。 你们要好好的,爱你们哦。 嘻嘻,这次,有母确定自己不是出现了幻觉, 她敢百分百肯定就是女儿在和自己说话。 尤其最后那一声笑,满满的俏皮可爱。 她再次睁开双眼,抬头看着头顶, 莎莎,乖女儿是你吗? 除了浴室哗哗的水流声,并无任何回应。 有母顿时起急,四下寻找,乖女儿,告诉妈妈,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了? 水流声突然没了,油妇连身上的水都没擦, 穿上睡袍就从浴室跑了出来。 看到自家老婆一脸慌张的模样,急忙询问, 老婆,发生什么了? 有母的眼泪刷得夺眶而出,颤着声音,老公。 老公,我刚才听到女儿的声音了。 她说,你和爸要永远开心哦。 她说,女儿不管身处何地,永远爱你和爸爸哦。 她说,你们要好好的。 她还说,她永远爱我们。 老公,老公,你说是不是咱家沙沙真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 有母抓着自家老公的手,越说越激动,越抓越用力, 声音也越来越颤得厉害,眼泪噼里啪啦跟断了线的猪链流个不停。 老公,最后,有母开始气不成声。 游妇相信自家老婆绝不会无中生有, 更不会胡言乱语,她心疼地把她搂在怀里,脸色一点点变得凝重。 安抚道,你先不要自己吓自己,我这就给女儿打电话。 我们的女儿那么善良,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刚才打了,没人接。 女婿的手机提示不在服务区,那我就待会儿再打, 不在服务区有可能是信号不好。 游母脸上满是眼泪,她靠在丈夫的怀里,合上双眼,试图再次入定。 但,试了两次,两次已失败告终。 凌晨一点五时,王哲宇飞了机后,自家司机就已经在航站楼等候。 火速赶到家,等候在客厅的吴婶迎上前来。 王哲宇放下手里的羽绒服,满脸关切地问, 丽娜怎么样了? 已经睡了,就是哭了好几次。 十一点多钟的时候, 李医生、家庭医生给注射了一次安定。 吴婶如实说着, 知道了。 王哲宇点点头,时间不早了, 吴婶你去休息吧, 我去丽娜房间瞅一眼。 好的,少爷。 吴婶毕恭毕敬, 伸长脖子看了一眼门口的位置, 少奶奶人呢,怎么没看到? 我让厨房专门炖了她最爱吃的枸杞燕哦。 哎,好好的蜜月旅行突然中断, 有点不高兴, 跟我闹脾气呢。 说着, 已经换好王哲宇家居邪的王哲宇迈不上了楼。 吴婶转身看着少爷的背影, 内心并不认可她的话。 在她心里, 少奶奶油沙活泼娇俏, 直书打理, 静时端得是大家闺秀的端庄, 动时是浑身洋溢着小家碧玉的俏皮灵动。 性子好, 待人也真诚, 凡是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拎不清, 闹脾气呢? 不像楼上那位, 明摆着丫鬟的身子, 却非要端的, 好像是自己天生就是小姐命似的。 不过就是个司机的女儿, 因为母亲早逝, 才被接到王家, 负责监督少爷的学习, 人家称呼她一声, 丽娜小姐, 还真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了。 不过, 这是东家的事, 她一个保姆, 也没资格说什么。 哎, 王哲宇静直来到丽娜住的房间, 动作轻缓地打开门, 看着她睡颜甜静, 呼吸均匀。 暗暗松了一口气, 转身离开。 殊不知, 她前脚离开带上房门, 后脚原本在床上熟睡的人睁开双眼, 唇脚倾起一抹极其诡异的笑容。 王哲宇回到房间, 简单洗漱了一下, 坐在床上后, 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妻子打个电话。 她拿起手机, 看着妻子的电话号码。 抬起的指头悬着, 打吧, 心里发怵, 妻子的脾气虽向来好, 但生气起来也是很吓人的。 不打吧, 她自己心里又有些自责和愧疚。 纵然不愿承认, 但她必须承认, 今天自己却是做得有点过了。 于是纠结再三, 她终还是把电话拨了出去。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sorry的挂断。 重新又拨了一遍, 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 王哲宇不禁皱眉, 心道, 这么晚了, 妻子跟谁在通电话? 是以她一个身高一米八九的大男人, 心里开始胡思乱想。 约莫等了五六分钟, 她再次拨打。 这一次, 倒是没有再在通话中, 但振灵一直持续到机械音,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传来都没等到妻子接电话。 她很是恼怒, 认为妻子根本就是故意的, 就是不愿意接她的电话。 心里越这么想, 她越是来气, 最后直接把手机给关机了, 闷头就睡。 她不知道的是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 躺在车座底下妻子的手机, 明明灭灭, 灭灭明明。 她打的前两个, 通话中的电话, 是因为游妇先于一步。 她更不知道的是自己前一秒刚关机, 后一秒老丈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游宅, 游妇浑身透着烦躁, 坐立不安地在阳台上走来走去。 女儿的电话打了五六十通, 没人接, 女婿的电话打了十多个都关机。 如此不正常, 别说自家老婆心里不踏实, 就是她心里也被拱得难安。 尤其是在两个小时前, 新闻里报道说东北部整个地区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暴雪, 重点提醒牧民朋友们要时刻注意防范。 二, 女儿的最后几张朋友圈就是在草原附近。 人嘛, 有时候就是这样, 越起急, 越容易东想西想, 胡思乱想。 甚至想到了女儿和女婿被困在了茫茫大雪之中。 不行, 她不能坐以待毙。 一屁股坐在藤椅上, 烦躁地舔了舔嘴唇, 脑子飞快地转着。 最后, 她决定去儿子公寓找儿子。 儿子是计算机高手, 应该可以通过手机定位搜到闺女的位置。 之所以不打电话, 是因为这小滚球, 肯定又喝多在床上呼呼大睡呢。 睡眠好的, 别说手机铃声, 就算有人把她搬走卖了, 她也睡得跟死猪一样。 若是平常, 也就罢了, 她定是不会三更半夜过去, 但是关女儿安危, 她必须跑这一趟。 和妻子打了个招呼后, 她便赶了过去。 果然, 儿子的睡姿 那叫一个放飞自我。 她很是温柔地唤了两声, 如她所料, 没反应, 老游同志地手落在了儿子耳朵上, 半点没有犹豫, 使劲一凝。 剧痛使得熟睡中的游灰猛然清醒, 那还有半点醉酒的模样, 她一边坐起身, 一边痛呼, 爸, 爸, 别拧了, 耳朵要被拧掉了。 游腹居高临下, 醒了, 醒了醒了, 游灰对待老爹的套路, 就是甭管啥时候通通示弱, 不过, 她很快察觉到不对劲, 扭头看向窗外, 天没亮。 以往, 她也醉酒, 但顶多电话里被数落自己, 这半夜三更人直接上门来, 还是头一遭。 顿时, 她微筋正坐, 爸, 你这么晚过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游腹也不绕圈子, 直接开门见山。 游灰越听, 神色越来凝重。 父亲话落同时, 她拿起自己手机, 开始给自己妹妹打电话。 一个, 无人接听。 两个, 还是无人接听。 打第三个的时候, 冰冷的机械音提示,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游灰整个人瞬间不好了。 她原本还想着这一次在没人接, 她就通过自己给妹妹手机安装的定位追踪软件, 查找她的位置, 因为一直没升级, 好像并不支持关机查找。 但还是决定是一事, 结果可想而知。 爸, 时间只有超过四十八小时, 我们才可以求助警察。 儿子, 你朋友那么多, 我这边也打听打听, 看看有没有公安系统的。 最好可以不用过四十八小时, 游腹眼底含泪, 声音哽咽了。 游灰深知这事的确耽误不得。 爸, 我这就联系。 下雪了, 下雪了。 吴沈无意间往窗外一看, 惊喜地发现窗外飘着灵星雪花。 威城由于处于南方, 与热带相邻。 他清楚地记得, 上一次下雪还是十五年前。 餐厅内, 王哲宇正在陪丽娜用早安, 可谓是耐心细致, 轻声细语。 听到吴沈的声音, 两人不约而同地扭头看向窗外。 想不想到外面去看看? 王哲宇放下手中的筷子, 问, 哲宇, 带我去海岛吧, 我想到那边住一段时间,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神药。 张丽娜脸色白得过分, 有气无力, 眼神黯淡。 实则, 他内心极其厌恶雪, 因为游沙特别喜欢。 而游沙喜欢的, 他张丽娜都讨厌, 除了眼前这个和自己陪了多年的男人。 好, 我这就安排。 王哲宇的想法很简单, 换个环境也不错。 我们吃完就走吧。 人好不容易骗回来, 外面的雪花等同于在无言地提醒王哲宇游沙的存在, 他不允许。 好吧。 王哲宇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目光落在窗外, 心里想的是等他把丽娜送到海岛, 他就去接妻子回来。 不知怎么的, 脑海中突然蹦出一句, 同林雪共白头。 半个小时后, 两人坐在车上赶往机场, 坐了三个小时飞机, 才到达距离王家的私人海岛最近的机场。 王哲宇下意识伸手掏手机, 懊恼地发现自己压根就没把手机带身上。 怪不得, 他总觉得好像哪儿少了什么。 不管了, 到了海岛别墅再说吧。 乘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快艇, 踩上了岛。 王哲宇陪着张丽娜吃完午饭, 看着他入睡后, 自己这才到来到了自己房间。 他随手打开电视机, 本能地切到了新闻频道。 拿起床头柜上的座机电话, 准备给留在家中的无神打电话, 让他帮忙把手机转交给助理。 漠然看见, 电视上正在报道东北部地区全域此次的暴雪, 是近五十年来的最大一场。 重点提了草原地区, 堪称百年来的最大一场降雪。 王哲宇心口顿时易紧, 手指快速拨打熟记再新的那个号码。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他又快速拨打家里的电话。 吴沈拿到手机帮忙开机后, 告诉王哲宇, 少奶奶的电话未接来电没有, 岳父和大舅哥的未接来电有。 三十六通, 昨晚上, 他看到岳父的来电, 还以为岳父要给自家女儿做主痛骂自己, 所以才故意装作视而不见。 此刻, 他却觉得自己愚蠢无比, 肯定是他们知道那边下暴雪, 担心联系不上女儿, 可不就联系他这个同行的女婿。 他让吴沈把岳父的电话号码念给自己听, 最后一个数字吴沈念完, 他还没来得及按下去, 突然房门响了, 紧接着是庸人焦急的声音, 说丽娜小姐做噩梦在哭。 王哲宇只得把话筒放下, 打算等安抚好丽娜, 再打这个电话。 这下安抚就是一个多小时。 等他重新回到房间, 拿起电话听筒的一瞬, 他退缩了。 害怕岳父他老人家知道自己这个当女婿的把他的宝贝女儿一个人留在草原, 会血压直线飙升, 痛骂他一顿。 直到此刻, 他都不认为妻子会发生不测。 而是认为他肯定到哪里躲起来。 过去, 惹他生气的时候, 至少得把他关小黑屋一天。 这次, 自己这么过分, 小丫头的气性, 估计得把他关小黑屋三天。 不三天, 也得两天。 故而, 他决定等。 殊不知, 他心中的小丫头早已与他阴阳相隔。 准确地说, 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我这是, 在哪儿? 先生, 是你救的我吗? 尤沙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所处得地方全然陌生。 环视一周, 房间里无不透着低调的奢华。 当他看到坐在不远处正在低头看书的人, 本能问道。 男人闻声。 抬头。 目光在对上尤沙茫然的眼神后, 眉眼间顿时样起了笑意和温柔。 这里是我家。 他放下手里的书, 起身, 我酿的天山雪莲花蜜就是好, 还以为你要再睡上个一两日呢。 说话间, 人已经来到了尤沙面前, 软声软语, 好不温柔, 感觉可还好。 尤沙心惊于男人的长相, 五官精致, 气质脱俗, 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 像极了不染尘势的方外之人。 尤其是他居然生着一副妖野而魅惑的子童兵谋。 看来小家伙对我的长相很满意, 白颈和笑容邪魅地调笑着, 啊? 尤沙的思绪被拉回, 糗得不行, 眼神瞬间无处安放, 自己怎么可以初见, 就盯着人家的脸看, 太没礼貌了。 白颈和健壮, 眉眼间越发温柔, 抬手眼唇轻笑, 逗你呢? 别当真, 身上感觉可还好。 没有人会拒绝别人的关心, 尤沙自然也是, 他也不扭捏, 如实说, 感觉还不错, 没有不舒服的。 那就好, 过来随我吃些东西吧, 好几天没吃东西肯定饿坏了吧? 还好, 我煮了些青粥, 两碟小菜, 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我不挑食的, 这就好。 转眼功夫, 尤沙穿好鞋子, 下了床。 白颈和走在前, 尤沙跟着。 突然, 白颈和开了口, 白颈和, 我叫白颈和。 尤沙没想到, 他会突然来了个自我介绍, 愣了下, 而后道, 我叫尤沙, 你可以叫我沙沙。 白颈和鸣嘴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当然知道他的名字。 二十三年前, 他还是个粉雕欲拙的奶娃娃, 无意间的结缘, 在他三魂六魄内中留下一缕意识, 本意原是希望在他面临危机之际, 替他抵挡灾祸。 哪曾想, 自己赶到时, 他已倒在冰天雪地里, 香香玉云, 魂魄离体。 倒是由于被那一缕意识护体, 负责勾魂的鬼差言道, 他因他的缘, 自此部署凡尘中人, 不入轮回, 与他同寿。 等下吃完东西, 随我去一趟库房。 由沙认真喝着粥, 总觉得, 这粥里有盐不出的甘甜, 全部心思都在这碗粥里, 是以听到白井河的声音 有那么几秒钟的蒙圈和迷茫。 见白井河一顺不顺地看着自己, 他连忙应道, 哦, 白井河以为他有别的想法, 怎么, 不想。 由沙摇头, 玩耳笑着, 这粥真好喝, 好像放了糖, 又好像不是糖的味道, 我喜欢。 感情自己刚才那句白说, 难怪, 白井和笑了笑, 喜欢吃就多吃点, 我看你精神头不错, 等下吃完, 随我去趟库房。 啊, 这不太好吧? 由沙有一种被人邀请, 看保险柜的感觉, 问题是两人才认识没多久, 以后就我俩相依为命了,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由沙皱眉。 为什么, 明明每个字都听得懂, 连起来却不懂了呢? 什么叫, 以后我们俩相依为命, 这是不准备放他离开的意思吗? 那可不行, 抛开丈夫王哲宇, 就算为了老爸老妈, 他也是必须要回去的。 看着他抗拒的神情, 白景和没说什么, 只是往他碗里加了一块头小菜, 多吃点。 由沙以为这是算是翻篇了, 暗暗输了一口气, 礼尚往来, 也给他加了一块头, 不过是另一个碟子中的小菜, 你也多吃点。 约满一刻中时间, 当由沙越是和白景和走, 越觉得这里的气息像极了仙人们住的地方, 他发现自己的身姿轻盈得不像话, 这些都是极品的灵域, 选一块喜欢的吧。 由沙被白景和的大方给惊到了, 他连忙白手拒绝, 不行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受不起。 白景和犹如没听到一般, 静止走到淋浴前, 伸手拿起自己最看好的一块, 浑身白体通透, 不见一丝瑕疵。 他满意地勾了勾唇, 郑重道, 就塌了。 由沙, 你的东西, 你做主。 离开库房, 白景和故意放慢速度, 与由沙并肩而行。 有没有兴趣到处看看? 可以吗? 由沙惊喜? 当然。 白景和眼中生了宠溺, 那我们就去刚才路过的那个河堂, 我发现里面已经结了很多帘棚, 我想踩点, 这样晚点我们可以吃莲子粥了。 好。 白景和盛满了整个星河的子童, 浊浊地看着由沙, 里面的宠溺几个要义出来。 由沙极其不适应, 连忙连起, 目光躲闪。 他告诉自己, 你是有夫之妇, 绝对不能被魅惑。 即便要开展新恋情, 也得先回去把婚礼了。 是的。 王哲宇这样丝毫不顾他安危的丈夫, 不要也罢。 池塘里停着一艘小船, 游沙雀跃地摘了一个又一个脸棚,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叶, 而白景和单手之头惬意地侧身握在船舱内。 突然, 他目光一沉, 随即唇角缓缓斜魅勾起。 小家伙, 有人来寻你了, 想不想去一见? 游沙一听这话, 满脸欢喜, 是我的爸爸妈妈来了吗? 白景和浅浅一笑,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游沙双眼亮得惊人, 笃定道, 肯定是我爸妈。 在他内心深处, 不会觉得来人是他的丈夫。 一个连两分钟都不愿意多等, 就把他孤零零一个人丢下, 薄情寡义的男人, 怎么可能再返回来找他? 白景和看在眼里, 满眼的心疼。 在他昏睡期间, 他读取了他的记忆, 亲眼目睹了那个男人的冷情冷血 和他的无助与绝望。 许是那一日的眼泪已经流完, 自醒来后, 他澄澈的眼眸里, 没有一点阴情伤而生的悲伤与痛苦。 他好像忘记了, 那个叫王哲宇的男人。 有那么片刻时间, 他是担心的, 担心他故作坚强。 不过, 很快, 他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 作为灵体存在的他, 三魂六魄, 纯净无瑕, 竟连一丝怨念憎恨都没有生出。 若不是真真切切知道他的记忆并没有缺失, 他都要以为他是不是患了选择性失忆症。 他伸出手, 柔声说, 把手给我。 为什么? 犹沙茫然, 但还是听话地把手伸出去与他的卧在一起。 他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对于他, 他就是发自内心觉得他不会害他。 白景和五指曲奇, 轻笑, 自然是带你去见他们, 这儿, 他们进不来。 哦, 犹沙也没多想, 私人地盘嘛, 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进来的。 他懂, 不过, 他心里还是隐隐有些好奇, 带他出去, 他跟着走就是了, 为什么一定要牵手呢? 无解。 但是, 谁能告诉他, 为什么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自己就已经身处冰天雪地中。 还有, 跪坐在雪地里, 双手紧紧抱着一具冻僵的尸体。 哭得撕心裂肺嚎啕大哭的女人, 不是自己的妈妈吗? 妈妈对面跪坐着, 满脸是泪, 双眼通红, 双手颤抖恋爱地, 抚摸着尸体脸颊的, 不是自己的爸爸吗? 还还有, 那个在父亲边上, 满脸眼泪与悲痛, 拼了命使劲再搓着一双冻僵了的手的人, 不正是他的哥哥吗? 他们为什么要抱着别人哭? 而且还觉得如此悲痛欲绝, 油沙满脸的迷茫疑惑, 直到此刻, 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乖宝, 妈妈求求你, 求求你睁开眼看看妈妈。 乖宝, 妈的乖宝啊! 老天爷, 求你行性好, 求求你行性好, 把我的乖宝还给我吧。 我愿意拿我自己的命换我女儿的命, 只求你让我的乖宝回来。 求求你, 求求你了。 乖宝, 我的乖宝, 有母泪如泉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对她而言, 女儿没了, 那就是天塌下来了。 她的双手早已冻僵, 脸颊一动得生疼, 可是她感觉不到。 她现在满心满眼, 都是自己没有一点生命气息的女儿。 由父满心绝望, 只觉天塌地陷。 她活生生的宝贝女儿, 只是度了个蜜月, 竟然说没就没了。 她冻僵地双手, 扶着女儿的脸颊, 一次又一次机械地重复着, 嘴唇颤颤微地念叨着。 宝贝, 爸的心甘宝贝, 不要睡了, 你已经睡得更久了, 你睁开眼, 看看爸爸妈妈, 好不好。 宝贝, 宝贝, 你醒来看看爸爸呀, 你这是在要爸的命啊。 游灰不言不语, 眼眶越发地通红, 她执拗抓了一把, 又一把血搓着妹妹的手, 试图能唤醒妹妹的一点生机。 可是, 直到她的双手已经动得没有一点感觉, 妹妹依旧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她绝望了, 仰头想要嚎啕大哭发泄, 可, 她的声音好似被东西卡在喉咙一般, 怎么都发不出来。 她痛苦地左右晃动自己的脑袋, 想要把所有的悲痛嘶吼出来。 啊, 突然一声悲怆的吼叫声出口。 下一秒, 游灰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像一只崩溃的野兽, 冲向了从直升机下来, 亮亮呛呛往这边跑来的王者一样。 两人相遇的一刹那, 游灰不由分说对着王者一就是奋力一拳, 嘶哑着声音咆哮, 王者一, 你还我妹妹, 你还我妹妹。 王者一错不及防, 突如其来的皆是一拳, 使得他直接被打倒在地。 还没来得及站起来, 游灰直接迈腿骑在了王者一身上, 双眼血色红, 一拳一拳, 拳拳到肉。 你该死, 你该死, 死得为什么不是你, 为什么不是你。 游灰到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妹妹一个人被孤零零扔下, 那是全家上下都捧在手心里的宝啊, 平时就算手指头破个小口子, 老爸都恨不得把医院搬家里来。 作为他的丈夫, 他怎么可以坏到把一个柔弱的女孩子, 一个人扔下, 畜生不如。 天知道, 天知道, 当他通过警方特殊技术定位到妹妹的手机在刀城机场, 他和爸妈立刻赶过去, 却没见到人影。 通过警方, 他们查看了机场停车场, 发现自始自终, 那辆酒红色车上下来的人只有王哲宇一个人。 那一刻, 全家人都慌了, 连毛孔都在害怕。 他当即就通过电脑, 定位妹夫王哲宇手机的位置, 震惊地发现这东西居然在家。 他当即打电话过去, 打了五通电话才接通。 他询问王哲宇, 妹妹有没有和他在一起。 那家伙居然说没有。 他当场暴怒, 气得他直接把电脑从桌子上挥在了地上。 质问王哲宇, 妹妹到底在哪? 为什么妹妹的手机在你停放在刀城的机场, 却看不到人? 直到现在, 他都记得, 当王哲宇听到最后一句话后, 听筒里骤遍无声, 紧接着便是仓皇无措的脚步声和某种撞击声。 约门过了两分多钟, 王哲宇透着绝望和惊恐的声音颤颤巍巍在听筒中响起。 因为和莎莎赌气, 我把他一个人扔在草原上了。 我以为他把手机带在身上了。 那一刻, 天旋地转, 爸妈执意要随同他一起登上直升机, 随同救援人员寻找。 茫茫雪海, 寻找一个人谈何容易。 外家同时启用了十几架无人机, 历经近三个小时。 人找是找到了。 可, 妹妹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尤辉越想落下的拳头越是发狠, 直到她脱力, 瘫着躺在地上, 眼泪顺着后眼角, 速速掉落, 冰冷彻骨的声音从牙缝中挤出来。 王哲宇, 从今天开始, 我尤家和你恩断一绝, 我就算搭上我们整个尤家, 也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随同王哲宇一同前来的还有其助理阿涛, 他站在边上将全程看在眼里。 不是没想过来, 而是老板早已给了命令, 不管自己被造成什么雄样, 都不准帮忙。 约莫过了半分钟, 阿涛看到王哲宇艰难地想要爬起来, 他这才连忙上前, 准备扶一把。 饶是王哲宇被揍得已经不成样子, 但他还是抬手摆了摆, 表示不用。 他不愿相信自己的妻子就这么没了, 拖着几乎快要断掉的腿, 亮亮呛呛向岳父岳母所在的地方。 还没完全走近, 他便听到岳母无不透着崩溃与绝望的话语。 老天爷, 求你开开眼, 把女儿还给我吧。 乖宝, 妈的乖宝, 莎莎, 妈的好女儿, 妈, 求你张开眼睛看看, 妈妈吧, 你这样, 让, 让我跟你爸该怎么活呀。 乖宝, 乖女儿, 鼻青脸肿惨不忍睹的王哲宇脸色从煞白, 变成了惨白, 肝肠寸断, 痛入骨髓, 心里那一点仅存的侥幸荡然无存。 她站在原地双脚好似上了枷锁镣, 重若千斤, 眼底卷起了惊涛骇浪般的惊慌与无措。 莎莎死了, 她最爱的女人死了, 她该怎么办? 她要怎么办? 好一会儿, 她仙唇, 嘴唇哆嗦得厉害, 强烈克制着内心的惶恐, 努力发出平日里最温柔浅犬的声音。 老婆, 无人婴, 王哲宇不死心, 老婆, 依旧无人婴。 王哲宇还是不愿相信, 但眼眶红得厉害, 声音一开始不受控地颤抖。 老婆,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再也不对你发脾气, 你, 莫然。 由傅勃然大怒, 瞪着通红的双眼, 歇斯底里咆哮, 滚, 不用你在这儿假惺惺。 滚, 王哲宇身躯一阵, 替四纵横。 那天, 她接到阿涛电话, 说丽娜被多人侵犯, 她内心深处, 下意识认为, 如果没有这次蜜月旅行, 丽娜就不会伤心, 丽娜不伤心, 也就不会去酒吧, 不去酒吧, 自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 事已, 她卑劣地把错归咎于妻子, 却忘了, 明明是她自己提议要度两次蜜月, 一次领证后, 一次婚礼后, 她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的。 天知道, 当她接到大舅哥电话, 说莎莎的手机在车里, 第一顺, 她觉得大舅哥在开玩笑, 可紧接着, 她就否定了, 因为把越野车停在机场, 她除了告诉助理, 别人不曾告诉过, 那一刻, 她被无尽地恐惧包围, 害怕到了极点, 她整个时间仿佛请客间在崩塌, 因为, 后果, 是她所不能承受的。 爸, 说话间, 王者与抬腿靠近, 早已崩溃的游富仇视地瞪着眼前这个自己曾经十分看好的女婿, 咬牙切齿。 我不是你爸, 你给老子滚。 给老子滚, 王者与不肯走, 执拗地继续往前走。 爸, 莎莎是我的妻子, 我, 游富抬起手就给了王者与一耳光, 你把我女儿一个人扔在这儿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她是你的妻子? 啊? 王者与悔恨万千, 她痛彻心扉, 声音哽咽, 爸, 莎莎是我的妻子, 你让我看看她, 抱抱她, 好不好? 我答应你, 我会赎罪的, 你就算让我死都行。 呸, 你想都别想。 从今天起, 我家莎莎跟你王者与没有半毛钱关系, 想死, 死远点, 别脏了我儿女的轮回路。 不, 爸,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这么做。 王者与心急如焚, 卖腿就往前冲, 游富用身体挡住其去路, 对着自家儿子吼了一嗓子, 游辉, 给老子起来, 咱们带你妹妹回家。 不行, 不行, 莎莎是我的妻子, 她是我的妻子, 我爱她, 我真的爱她, 王者与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身体素质向来极好的她, 力索地越过游富, 直直扑向了妻子。 只是, 手刚碰到游沙的身体, 游母音侧侧的声音响起, 女婿, 能说说你为什么要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儿吗? 王者与心头一颤, 瞳孔狠狠一缩, 触碰到游沙的双手好似触电一般, 猛地收回。 她不敢说, 一难以其耻, 说了, 肯定要被撕成碎片。 游母笑得阴森, 你发现她在外面养小白脸偷人了。 王者与脸上都是泪, 她把头摇成了波浪骨, 她的沙沙那么好, 满心满眼都是她。 游母脸上的笑更浓, 那就是她对你父母不敬了。 女儿什么样, 她这个当妈的再清楚不过。 王者与再次把头摇成波浪骨。 游母笑得肆意, 那就是她把你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出卖给对手公司了。 王者与心如刀脚, 摇头,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 妈, 没有。 莎莎她没有错, 是我的错。 游母吃笑一声, 不会是你在外面养小三, 被我女儿发现了吧。 王者与连忙否认, 妈, 我没有, 我这辈子只爱沙沙, 那你倒是展开说说, 为什么要这么对沙沙? 游母用最温柔的嗓音 说着最咄咄咄逼人的话。 妈, 妈, 我, 王者与真的不想把丽娜也牵扯进来, 她已经被侵犯, 已经很惨, 经受不住游家的报复。 再说, 这本来就是她的错。 我懂了。 游母不怒返校, 笃定道, 是因为你家司机的那个女儿吧。 王者与目光闪了闪, 难以置信, 岳母竟然聪明如斯, 一猜就猜到了。 呵, 游母冷笑一声, 而后对丈夫和儿子说, 老公, 儿子, 带我们的宝贝回家。 王者与哪里肯, 刚要伸手把人抢过来, 游母的声音冷冷响起, 别动我女儿, 你不配。 王者与哪里是一句话可以劝退的, 她执拗地伸手。 由母眼刀子射过去, 满眼仇视, 你觉得你这么对莎莎, 她还会想见你吗? 不, 她不会想见你, 更不会想和你回家, 因为她觉得你脏。 这世界上, 但凡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 都不会这么做。 所以, 你不配。 回毕城后, 立刻去民政局把离婚证办了。 我乖宝下葬的时候, 我要亲自烧给她。 顶着你王者与妻子的名分, 不仅我的女儿恶心, 我整个王家都恶心。 王者与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 好似丢了魂魄一般。 待她回神, 看到的便是大舅子公主抱抱着妻子, 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另一架直升机, 撕心裂肺, 目自欲裂, 拔腿就追, 却被岳父和其助理拦住去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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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是我妻子, 是我妻子, 扑通, 王者与双膝跪地, 一个劲儿磕头, 爸, 求你, 求你把莎莎还给我, 求你让我把莎莎带回家, 她是我妻子, 我爱她, 没有她, 我会死的。 由腹居高临下, 吃之以鼻, 假惺惺, 这时, 又有一架直升机降落, 顿时, 直升机悬翼下洗气流, 把周遭地面上的浮雪吹起来, 四处飞扬。 空气中的雪尽数散去的时候, 舱门打开了, 王妇和胞弟走了下来。 王者与好似看到救星一般, 跑着跪到老爸面前, 爸, 求你和岳父说说, 让他们不要把莎莎带走,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呀。 王妇知道自家儿子做得蠢事后, 差点没气地撅过去。 此刻, 义正在气头上, 抬起手, 半点没有顾忌儿子的惨样, 就是一耳光, 你有什么脸让莎莎留下, 你不配做莎莎的丈夫。 嘴里口口声声说爱他, 你却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子, 当时有多害怕, 有多绝望, 混账玩意儿? 王者与绝望了, 爸, 连自家老爸也不站在自己这边, 别叫老子爸, 真当自己是普度众生的胜负了。 作为尤沙的丈夫, 他张丽娜是死是活, 是好是坏, 关你屁事。 说完, 王妇就走到尤妇面前, 深深地鞠了一宫, 亲家公, 亲家母, 是我王伯教子吴方, 我会给二位一个交代的, 并愿意配合你们的所有决定。 游妇说了自己的要求后, 满眼仇视地瞪了王者与一眼, 转身上了直升机。 不多时, 直升机螺旋桨开始转动, 拔离地面瞬间, 王者与崩溃, 拔腿狂奔, 却生生被二叔抱住腰身。 王者与哭得撕心裂肺, 拼命伸直胳膊, 想要抓住最后一点幸福。 沙沙, 沙沙, 不, 不, 哦。 一口鲜血自口中喷出, 后阳倒地的时间里, 他目光死死地, 痴痴地盯着已经升空离去的直升机。 双眼和尚, 陷入黑暗的一刹那, 他听到自己在心里说, 老婆, 等等我。 而, 将全程看在眼中的油沙浑身站立, 满眼悲痛, 满脸是泪, 不得不接受现实。 他死了, 刚才他靠近老妈, 想要亲亲他, 帮他擦掉脸上的泪, 可, 他根本就无法触碰到老妈, 眼泪擦了两次, 手每次都从老妈脸上穿了过去。 他不信这个鞋, 就敢用抱的, 亦同样的结果。 他仍旧不愿相信, 就去抱老爸, 抱老哥, 可无一例外。 他再也不能躺着老妈怀里肆意地撒娇, 再也不能挽着老爸的胳膊, 东走走西逛逛, 再也不能趴在老哥背上, 和他一起看美女。 看着已经成为一个小黑点的直升机, 游沙捂着心口, 哭得不能自已。 白景和看在眼里, 摇了摇头, 女人真真而是水作德。 他举步靠近, 好看的手搭在游沙的肩头, 柔声道, 不做太伤心, 你很快就会再见到他们的。 游沙侧眸, 满眼是累的他万分不解地看着白景和。 白景和抬手, 温热的指腹轻轻试着他脸上的泪, 好好跟着我修炼, 在这期间, 我会帮你重塑一具肉身, 到时候, 你自然可以回到凡人的世界。 游沙眼中泛起警惕, 白景和, 你到底是什么人? 白景和笑了笑, 从现在开始, 我是你的师父。 游沙神情叠题多严肃了, 你知道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 白景和手指腹上他的眉心, 轻轻帮舒展着, 徐旭讲着, 我白景和, 今年十一万七千六百岁, 真身是一条黑龙, 画出人形, 修炼成神后, 就开始游历四方。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还是个三四岁的奶娃娃。 你爸爸带你去海边玩, 经过朋友的渔船, 你发现了正在被几个男童玩得奄奄一息, 却不可使用法术逃脱的我。 你哭着喊着让几个男童把我放回海里, 那几个男童不答应, 你便把自己装在花朵形包包里的棒棒糖发给他们, 这才让我得以脱身。 我成功回到海中后, 作为报答, 我在你的三魂六魄里嵌入了一抹自己的神石, 意在为你挡灾消煞。 不曾想, 你自己的意识放弃了挣扎, 待我收到感应感来时, 你已经, 人死后原本应该被鬼拆带到地府的。 但, 因为你三魂六魄里被我嵌入的那一抹龙石, 你的魂魄无直接化灵, 剑有剑灵, 刀有刀灵, 你是自己的灵, 不入轮回, 与我同受。 游沙无比震惊, 瞠目, 连话都不会说了。 黑龙, 神, 这不是神话故事中才存在的东东吗? 作为一个资深无神论者拥护着, 恕他接受无能。 最吓人的是他自己也成为了神话里才存在的东东。 老天爷呀, 接受无能的他身体僵硬如棍, 直直往后倒去。 索性, 白景和眼疾手快, 把人抱住。 好一会儿, 游沙才回神, 站起身, 问出了心中的第一个疑问, 你一条黑龙, 为什么会姓白? 因为, 我父亲姓白, 不应该姓敖吗? 白景和表示自己不想回答这个弱智的问题。 游沙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问出了心中的第二个疑问, 你不是一条龙吗? 为什么会被渔民捕捞上岸? 白景和尴尬地用拳头抵在唇边咳嗽两声, 这是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他才不会告诉他, 自己是因为看到一对海马夫妻在吵架, 看得兴致勃勃, 化作一只小黑鱼字意地躺在一个珍珠棒上当吃瓜群中。 游沙眨巴着亮晶晶的双眼, 更加好奇了, 白景和故作严肃, 你现在的心应该都用在修炼上, 我们先回家。 游沙故意把声音拖得长长的, 哦, 好吧, 不说就不说吧。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不是吗? 王家, 一层客厅, 沙发主位上, 王妇目光凛然, 不怒自威。 右侧不远处, 一脸病色的张丽娜坐在那儿, 心中忐忑难安。 王妇问, 阿珍, 吴沈, 少爷人呢? 吴沈毕恭毕敬, 老爷, 少爷说他洗把脸就下来。 王哲宇自从昨天和岳母去了趟民政局, 回来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按法律规定, 夫妻双方一方过世, 夫妻双方婚姻自动解除, 但岳母坚持要一个离婚证, 说不希望女儿在下面还顶着王哲宇妻子的头衔。 民政局的人也是无奈, 但确实没有给过世之人办理离婚证的先例。 后来, 没办法, 岳母在众目睽睽下险些给她跪下, 只为让她手写一个离婚声明, 说是要烧给女儿。 她跪也跪了, 求也求了, 白大, 能怎么办? 最后, 她只得流着泪, 亲自斩断与妻子游杀的婚姻。 她接受不了, 回来就把妻子最爱的皮卡丘玩偶抱在怀里, 捂着被子, 默默流泪, 甭管谁敲门, 一概不搭理。 要不是无审说老爸有要紧是要宣布, 他打算饿死自己。 先坐。 王妇让自家儿子坐在自己左手册。 王哲宇乖乖听话。 王妇抬头, 对门口的助理说, 人都带来了吗? 是。 让他们进来。 是, 董事长。 王哲宇一脸茫然, 不知道亲爱的老爹要干什么。 张丽娜却心计不已, 他觉得, 接下来要发生的, 可能与自己有关。 突然, 他瞳孔陡然瞪大, 满眼惊恐。 近来一共有四人。 张丽娜这四人皆认识, 且与每一个人都做过不为人知的交易。 王哲宇抬眼瞅了一眼。 他发现, 三人是生面孔, 认识其中的一个, 那就是在王家服务了15年的家庭医生礼数。 他不知道老爸这是要干什么, 但他知道, 这种时候乖乖待着就行。 王父目光如炬, 威压如泰山之事, 抬手一指, 冷声道, 儿子, 除了李树, 他们仨, 你可见过。 王哲宇身躯一阵, 贪软的身子连忙坐直, 如实回答, 爸, 没见过。 看着自己的蠢儿子, 王父怒其不争地瞪了一眼, 紧接着灵力的目光落在眼里, 几乎已经掩藏, 不住惊慌的张丽娜。 这一眼, 险些把张丽娜下了个魂飞魄散, 连忙垂眸汗手, 身体不受控狠狠打了一记哆嗦, 手脚冰凉彻骨。 王父目光轻蔑, 命比纸薄, 心比天高。 在王家蹭吃蹭喝过了几年好日子, 真忘记他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他伸手一指,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被纸之人身躯一阵, 目光惊惧, 抬手指着张丽娜, 愤慨道, 就是她, 就是这个女人, 给了我五万块钱, 让我找几个兄弟在十九号那天晚上, 把她带到老南街那栋废旧的房子, 卡着时间上塌。 做了这么多年的小混混, 我还是头一遭碰到这么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既能拿钱, 又有女人睡, 听到这话, 不仅王哲宇惊呆了, 就连五婶都惊呆了。 二, 张丽娜原本就坐了个沙发边, 此刻, 她惊恐万壮, 腿软得几乎滑落沙发。 王妇置若罔闻, 抬手又是一指, 你。 被纸之人诚惶诚恐, 伸手一指, 这个女的, 给了我五千块钱, 让我把她最久被小混混带走的消息装作, 有意无意透露给一个叫阿涛的人。 王妇目光落在另一个生面孔人身上, 此人, 特别明白一个道理, 便是实时误者为俊杰。 不等王妇开口, 她先一步开口, 她, 这个女人, 让我随时随刻盯着一个叫阿涛的男人, 看到她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和一个叫彪哥的联系。 第一个开口的男人, 盲不迭举手, 点头哈腰自爆家门, 我就是她口中的彪哥。 到现在, 此刻, 王哲宇再不明白张丽娜所未被, 轮, 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真就是个二百五了。 她浑身颤抖, 双眼星红, 眼神恨不得要把张丽娜给凌迟。 王妇拍了拍儿子的肩头, 示意她稍安勿躁。 而后, 指着李树, 说, 小李啊, 你二十五岁开始, 就负责我们一家老小的健康, 整整十五年, 我王博自认为待你不薄, 你就是如此回报我的。 王博, 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 家庭医生满眼内疚与悔恨。 一动目光看向张丽娜, 眼里满是仇视和怨恨, 说, 哲宇, 对不起, 这段时间, 我给张丽娜注射的不是安定, 而是葡萄糖。 去年, 我偷偷背着我老婆给了我第五十万, 被她撞了个正着, 当时我不知道她录了视频, 十多天前, 她找到我, 用视频威胁我, 说我要是不乖乖听话帮她, 她就把这事告诉我老婆。 她惭愧地低下头, 满眼泪花, 声音哽咽, 哲语, 我不想离婚。 她真的没想到, 因为张丽娜的叵测居心, 会让那么美好的一个女人, 就此陨落。 这事的主因是王哲宇滚蛋, 不当人, 可起因是张丽娜, 用她与王哲宇之间的多年陪伴情谊为筹码, 做了博弈。 如果她从一开始就是说出真相, 那个美好的女子是不是就可以幸免于难? 她不知道, 但百分之八十的可能, 不是吗? 普通, 她双腿跪地, 真心忏悔, 王博, 哲语, 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忘记医德是什么? 我愿意接受自己应得的惩罚。 王哲语双手由于临近疯狂的愤怒, 而紧钻的拳头, 骨节咯咯作响, 手背青筋高高凸起, 脸黑如墨, 目光星红阴质, 海啸般的悔与恨, 恼与怒, 滇语狂在眼底铺天满地地铺展开来。 突然, 她站起身, 仰头, 疯了一般的痛苦嘶吼, 啊, 众人皆惊, 王府刚要安抚自己的儿子, 王哲语浑身力气, 有去猛兽, 一般扑向了已经吓得呆滞的张丽娜, 双手死死地掐上她的脖子, 咬牙铁齿, 张丽娜, 你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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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片刻, 张丽娜就已经被掐得脸成了黑紫色, 不停翻白眼, 王哲语却没有要放过她的意思, 还死命地掐着, 没有阻拦的王父, 看差不多了, 薄唇清冷开启, 你不觉得就这么轻易让她死了, 太便宜她了吗? 你如果真是个男人, 就应该让她比莎莎经历十倍甚至百倍的折磨和痛苦, 陷入癫狂之中的王哲语, 因为老爸这一句话请客间冷静下来, 她松开双手, 目光阴森, 声音更阴森, 却笑得格外灿烂, 当然不, 我要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重获, 自由, 的张丽娜,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还没缓过境来, 犹如地狱恶魔般的话语重磅砸来, 她抬起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素来疼爱自己的王哲语, 映入眼帘的是王哲语嗜血一般的阴森衣, 眼眸, 啊, 惊叫脱口而出, 怨欲般的折磨好似就在眼前, 满满的求生欲使得她本能地往后倒退, 企图躲避, 眼中满是惊惧, 不能, 你不能, 我爸临终的时候, 你答应过他, 会好好照顾我的, 你不能失信, 不能失信, 说着说着, 大科的眼泪噼里啪啦落下来, 声线颤抖, 对, 你答应过我爸要照顾我的, 看着张丽娜到此刻都不知悔改的样子, 王妇痛心地闭上了双眼, 她的父亲张鹏是多年忠实憨厚的一个人啊, 女儿却终究迷失在了自己编制起来的梦境中, 歪了, 人心不足舌吞向, 小娜, 你太让人失望了, 从你一来王家, 我就明确地告诉过你, 不要生了不该有的心思, 不要有了不该有的妄念, 你还记得当初是怎么回答我的吗? 张丽娜捏如着唇, 眼神躲闪, 王妇不怒自威, 用最平稳的声音说着最残酷的话, 很显然, 你忘了, 你忘了初心, 生了妄念, 自此之后, 便不再受我王家的庇护, 人在坐天在看, 你做错了事, 就要为自己的后果买单, 是, 我是策划了这件事, 可那又怎么样? 张丽娜不服, 面目猙獰, 目光怨毒, 愤恨道, 我只是想利用她对我的情意, 离间她们的感情, 让她们之间心生隔阂, 从而寻找可乘之机, 她把自己老婆, 扔下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鼓动的, 凭什么让我来承担这个后果? 王哲宇冷笑连连, 声音阴森, 你说得对, 是我把沙沙扔下的, 不用你刻意提醒, 我自有我的去处, 但你, 既然那么喜欢被人轮, 那就送去缅甸专门做皮肉生意吧, 你放心, 我会专门让人给你安排医生, 定期为你做检查, 一定保证你长命百岁的, 张丽娜大惊失色, 声音尖锐刺耳, 不, 你不能这么做, 你这是在犯法,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王哲宇起身, 居高临下, 用那种看二弟的眼神看着她, 笑得邪似, 你觉得, 你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说吧, 提不走了, 高亢中透着绝望的大笑, 响彻在整个客厅中, 哈哈, 王父看着自己儿子, 失魂落魄的绝望背影, 红了眼眶,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再说了, 即便儿媳妇, 没有发生意外, 他们的夫妻情也断了, 被他的蠢儿子亲手断送, 世界上, 没有后悔药, 这几天, 他想尽一切办法, 对由父由女卑躬屈膝, 就是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儿子, 可由父的一句话, 让他瞬间破防, 他说, 老王啊, 有句话说得好,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事情如果反过来, 是我的女儿, 直接造成了你儿子的丧命, 你会轻易饶恕他吗? 作为父亲, 王父必须承认, 自己根本做不到, 事宜, 他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 尊重儿子的决定, 待儿媳妇葬礼后, 儿子去自首, 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 总比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要好, 保镖前置, 张丽娜发疯般地挣扎, 大吼大叫, 红着眼眶的无神, 满心怒火, 抓起一块抹布, 就塞进了张丽娜的嘴里, 小小年纪, 不学好, 你爸妈在天上看着, 得多痛心, 多寒心, 张丽娜恶狠狠地瞪着, 恨不得撕碎吴婶, 在她心里, 吴婶落井下石, 就是因为极度自己能住进王家, 而她的女儿, 却只能眼巴巴看着, 吴婶摇摇头, 叹道, 真是没救了, 前台此事, 你就算旧游自取, 活该, 游沙从一开始, 对这个便宜师傅的身份深表怀疑, 纯粹就是扯淡, 到现在的完全相信, 她就没见过有哪个凡人能随意变换的, 甭管男的, 还是女的, 飞禽, 还是走兽, 昆虫, 还是大蛇, 反正, 她能想得到的, 人家都会变, 虽然是幻术, 至少视觉上, 本体并不会发生变化, 她还是崇拜得不得了, 而时, 她觉得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已经非常牛叉了, 不管带她去哪儿, 直接用飞得, 那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歪歪, 酷毙了, 这几天, 她每天除了睡觉和固定时间的早课及用餐, 剩余的时间都在这灵犬里抛着, 美名其约, 顾灵助击, 田一师傅则在岸边的几岸旁, 全神灌注, 一丝不苟地雕刻着手中那块从库房中取出的灵狱, 这天, 她吃完饭, 没有急着去灵犬泡着, 而是坐在师傅对面, 手掌托着下盒认真地看着师傅一刀一刀绢刻着, 开始, 她是真猜不出师傅要雕个什么, 后来, 渐渐有了雏形, 她看出是一个人偶, 现在, 人偶的五官已经尽数雕刻完成, 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姑娘, 师傅, 你手里的人偶都已经雕了好几天了,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值得你如此用心? 莫非, 这是便宜师傅的心上人, 用来堵物私人的, 这一问刚在脑海中形成, 白颈和开口了, 她笑得温柔, 柔声道, 你等的, 他们可等不得, 你呀, 现在几乎没什么修为, 若是等你自己修成实体, 莫说你亲爱的的爸妈, 就是你哥, 估计都能当太爷爷了, 这还是你悟性极好的前提下, 若是悟性不好, 修个几百年上千年, 都是有可能的, 游杀, 所以, 这灵欲制的人偶是给他用的, 不过, 个头会不会太小了点, 白颈和完成最后一刀, 放下手里的刻刀, 笑道, 灵欲可以非常好的, 让你的灵体融合其中, 而且绝对不会不舒服, 快的话, 你适应几个时辰就可以完成掌控它, 届时你就可以跟着你师父, 我随意出现在尘世间了, 自然就可以见到你的爸爸妈妈了, 想怎么抱怎么抱, 听到这话, 游杀双眼亮的惊人, 下一瞬, 有晶莹剔透的泪花在眼底泛起, 感动难以言喻, 这几天, 她不是没想过入老妈的梦境, 告诉老妈一些事, 可, 师父说她既已成灵体, 便不可以随意进入人的梦境, 因为入梦, 等同于进这个人的石海, 把握不好度, 这个人会变成傻子的, 她不要老妈变成傻子, 师父看她茶饭不思, 心神不宁, 便亲自给老妈织了一个梦, 把她想说的话, 通过幻境告诉了妈妈, 她知道自己没有修为, 资质如何, 还有待遇验证, 她没想过, 这么快就可以见到爸妈的, 她感动地扁了嘴, 师父, 摆紧和抬手, 板着脸道, 打住, 不许掉筋痘痘, 你师父, 我没哄过女孩子, 不会, 油沙, 坏师父, 人家的情绪已经到这儿, 也不让人家发泄一下, 她扁嘴, 再扁嘴, 使劲扁嘴, 得得得, 真是怕了你了, 白景和着实无奈, 抬手间, 把油沙送到了灵泉中心, 两个时辰, 结束后, 带你和灵狱融合, 墓园, 被保镖拦在墓园外的王哲宇拼命往里面冲, 哭得T四横流, 喊得嘶声力竭, 一直到油沙的下葬亦没能进入, 最后, 她像个没有灵魂的娃娃, 跪在地上, 油辉送爸妈坐车离开后, 她静止走到王哲宇身前, 居高临下, 冷眼看着, 别到我妹妹目前哭, 脏了她的轮回路, 王哲宇已经哭得没有泪, 她哑着嗓子, 让我远远看她一眼就行, 我知道, 我不配, 油辉眼里有恨, 鸡翘道, 喝, 现在知道自己不配了, 当初你向尤家提亲的时候, 有着觉悟, 我妹妹也不会落地这般田地, 王哲宇垂着眼眸, 没有接话, 自己真不是故意的, 要是早知道, 她心中苦笑, 有钱也难买早知道, 这世间哪有什么早知道, 油辉看着王哲宇这个样子, 气不打一处来, 哼, 你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给谁看, 人活着的时候, 你不珍惜, 人死了, 你倒是掩起情深似海了, 你见不见啊, 王哲宇苦笑自嘲, 我也觉得自己是挺贱的, 切, 油辉不愿意看她半死不活的熊样, 卖腿走人, 不过, 走了两步, 她又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 声音清朗, 沙沙给我妈托梦, 让她转告你一句, 沙沙说下辈子, 不想再遇见你了, 说吧, 也不管王哲宇会如何反应, 直接走人, 唇角高高勾起, 沙人不如朱心, 喝, 呆, 王哲宇愣愣地跪在那儿, 脑子好像要炸开, 她心爱的姑娘, 永远地不要她了, 毫无预兆地, 一口鲜血呕出来, 晕了过去, 两个半月后, 由于王哲宇属于自首且认罪态度良好, 以过失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这是过失杀人罪的最高刑罚, 是王哲宇亲自在庭上要求的, 她说, 自己要赎罪, 王父没有拦着, 因为她心里知道, 儿子终其一生, 都过不了心里这道坎, 她红着眼眶看着儿子戴着手铐, 被积压离开, 临出门的一刹那, 王哲宇停下脚步, 对父亲说, 爸, 不要等儿子了, 让哲宇来继承家业吧, 儿子已经得不配位, 王父潸然泪下, 老泪纵横, 爸知道, 你在里面好好改造, 不做继承人, 你依旧是爸爸的好儿子, 白居过细, 时光荏苒, 年难留, 十亿损, 转眼, 七个年头已过, 王哲宇走出某监狱的大门, 他身形消瘦, 手里拎着一个简易包, 精神头还算不错, 只是眼里的光即便历经七年, 亦没能重新亮起来, 浑身气质给人一种感觉, 那就是骨水无波, 随着身后的大门, 哐当一声关闭, 他慢慢抬头, 刺眼的阳光瞬间令他眯起双眼, 万里无云地湛蓝天空映入眼底, 这是自由的空气, 他却没有一丝欢喜, 七年来, 莎莎不曾一次入过他的梦, 哪怕是怨恨的, 都没有, 那么鲜活灵动的他, 在他的脑海中永远地定格在了, 在草原上, 他透过后视镜, 看到他瘸着腿狂奔追车的一幕, 时至今日, 每每想起, 他都恨不得把那时的自己给弄死, 自家车子已经在不远处等候, 他上车后, 开口的第一句话是, 去游家, 司机捏如着唇, 王哲宇皱眉, 有话就说, 少爷, 老爷让我带你先去见他, 好吧, 看着窗外快速擦肩而过的景色, 王哲宇的心里再也无法平静, V城还是曾经的那个V城, 只是早已物是人非, 很快, 他见到了老爸, 王妇看着儿子喝完杯中的茶后, 开口, 三个月前, 你岳父岳母认了一个干女儿, 还专门摆了认亲宴, 名叫白锦莎, 爸爸发现, 这女孩, 她除了相貌, 不管是声音, 还是性子都像急了顾去的莎莎, 王哲宇的心在激动颤抖, 你是说, 莎莎有可能没死? 不, 儿子, 你相信戒尸还魂吗? 爸, 您是说, 虽然匪夷所思, 但你岳父岳母对这个女孩好得过分, 本就是一件令人想不通的事, 到底是与不是, 这个需要你要自己亲自去感觉, 爸, 我知道怎么做了, 谢谢爸。 王哲宇以为这是上天, 给自己的一次机会, 激动坏了, 眼里熄灭许久的光再次亮起来, 殊不知, 这一天, 是尤沙固定来见父母的日子, 她一下车, 便看到自家门口的王哲宇, 王哲宇一眼就看到了尤沙, 就是这一眼, 她认出这就是爸爸口中岳父岳母的干女儿, 一一眼认出这是自己的沙沙, 她欣喜若狂, 脉步就要迎上去, 但是, 下一秒, 她笑容僵在脸上, 愣正当场, 只见, 白景和从另一侧下来, 剑步来到她身边, 体贴地帮她把泥子大衣披上, 又宠又气道, 你呀明明知道天冷了, 就是不知道穿衣服, 身体侵入寒气, 怎么办? 尤沙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撒娇道, 这不由你吗? 白景和修长的手指宠腻地刮了刮她的鼻头, 道, 就你歪里多, 细细, 好了, 我们快进去吧, 爸妈他们要不又该出来迎接了, 别说, 演戏还挺好玩的, 越演越像那么一回事。 白景和伸手, 尤沙笑叶如花, 一脸幸福的羽之食指交扣, 演戏嘛, 必须地配合。 两人在王者羽的注视下, 静止走进了尤家大门, 突然, 清脆, 婉转悠扬快乐, 犹如百灵鸟的声音响起, 爸, 妈, 老哥, 你们的小可爱回来了。 不多时, 屋子门开了, 紧接着尤家二老热情地迎了上来, 一瞬间, 其乐融融地分为荡漾而起。 尤母不经意向门外贴了一眼, 她故意提高声音道, 女婿, 会计们, 妈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糖醋鱼。 王者羽四十岁这年, 因为抑郁, 终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十年后, 尤父尤母相继离世, 尤沙随同师父闭关修炼。 再出来之时, 人间百年已经过去。 内选人不合取谢谢大家这群单美识。 Viv nullice Yoll唯来自然见到这里掌声工人 beside你和我笑。 每天里合imana我贴牺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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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而贴牺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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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 50 book !